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道称 当日方船只见台湾渔船指使钓鱼岛海域 下令发射水炮 台渔船被打中后又摇又晃 险些翻船 台海巡署巡防舰赶紧上前支援 但首次使用水柱还击 似乎仍不熟练 瞄准半天才对准日方船舰 据悉 有台湾渔民表示 台巡防舰不仅马力不够 速度追不上对方 许多配备也要改进 水柱威力十分不足 欢迎收看视频 综合报答